小摩跟著誠信嫌犯 進到超商成為最後身影 而超商外頭 這名頭戴毛毛的女子 陳宇為了混淆辦案 只認她就是女友良性女子 但是事後檢警調查 原來這名毛毛女竟然是她 臉書上大跳時下最流行的練舞 她就是藝人黃珍妮 或許參與多部偶像劇演出 這回卻意外害命案扯上邊 經紀人低調不否認並且拒絕受訪 不過隨後黃珍妮就在臉書上PO文 說每一個生命都是好不容易的 不是嗎 還說理清路就明了 似乎對於曾經被誤解 如今能夠得到平反有所感觸 而珍寫案件被誤會的 還不只有她 戴著帽子墨鏡 從事發之後 就不斷替自己的女兒喊冤 她是良性女子的媽媽 因為提出關鍵不在場證明 協助女兒順利獲釋 但為了蒐集證據 良媽媽可是把最重視的工作 暫時割下 穿著廚師服裝 開心模仿廣告看板 另一張和主廚合照 在台北市新衣區一家五星飯店 擔任糕點師的良媽媽 案發之後請了好幾天假 就是為了救出愛女 並且再三強調 女兒也是被陳語蒙在鼓裡 這早就已經有計畫了 路往第一天說謊成性的陳語 甚至說是一名張姓攝影師 幫死者拍照後竊取她的包包 試圖將殺人罪推給她 但是這名攝影師跨海澄清 說自己根本不知情 而且自己是DJ 不是攝影師 懷疑陳語在台北只認識她 才會嫁禍給她 兇嫌陳語錄網後謊言連篇 牽連不少無辜受害者 到底還有多少謊話 還有待檢警單位 一步步戳破謊言 記者加密吳清俊台北報導 記者 李宗盛